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给你解读的是《骆驼翔子》 这是著名小说家老舍 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部作品 《骆驼翔子》是老舍的代表作 也是知名度最广 各种版本印刷最多的一部作品 从50年代到80年代 《骆驼翔子》的出版量 一直雄距中国小说榜首 几十个出版社出版过无数个版本 具体销量已经无法统计 从1953年到2008年 仅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406万册 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小说界单行本的奇迹 是真正无法超越的经典 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 《骆驼翔子》可说是夯实了中国小说的厚度 它被翻译成各种文字 奉献给全球读者 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者 著名文学评论家裴德安认为 《骆驼翔子》是中国的悲惨世界 理应获得跟后者一样的世界文学地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法国作家勒克莱奇奥是老舍粉丝 他在2008年获奖时 专门提到《骆驼翔子》对他的震撼 《骆驼翔子》带给大家的影响 还不仅仅是小说 早在民国时期 它就被改编成《骆驼翔子》画传 在《北平日报》上连载 50年代被改编成话剧 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 在《北京人艺》最受欢迎的 14个经典剧目中 《骆驼翔子》位居榜首 80年代 骆驼翔子被搬上荧幕 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 当年就独揽百花奖 金鸡奖等最高奖项 骆驼翔子畅销几十年 如此深入人心 原因是什么 其实简单概括就一句话 它是一个贴近现实的好故事 《骆驼翔子》整部小说 只有24个章节 不到20万字 却包含了主人公翔子 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 以及老板 妻子 爱人 恩人 等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他生命里的相遇 缠斗和离去 戏剧冲突强烈 转折叠起 加上大量生动幽默的对白描写 所以十分引人如胜 故事开始前 先聊聊为什么书名中 要加上骆驼俩字 现在的北京城 要看骆驼 只有去动物园里能看到 其实在旧京时代 人们利用骆驼搞运输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个传统来自于13世纪 元朝在北京建都 蒙古人习惯用骆驼运输 木 石 煤炭等重物 从那时候开始 骆驼作为重要的运输工具 在北京工作了700年 直到解放初期 北京的大街上 还随时能看见三五成群的骆驼 拖着沉重的货物 满油油的走过 骆驼能负重 吃的草料也便宜 长途跋涉起来 还可以几天不吃不喝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容易管理 骆驼性格温顺 没有脾气更不会反抗 所以特别合适 担任量大价低的基础运输工作 本书的主人公翔子 就是骆驼一样的存在 作为一名人力车夫 翔子凭借双腿奔跑在城市各地 担任着最基础的运输工作 老舍以骆驼命名翔子 既是贴切的比喻 也带有象征意义 翔子的性格和命运 跟骆驼极其相似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的北京 那时候叫北平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从1912年到1924年 短短12年 共有六位总统轮番执政 这还不包括 危机12天拥戴皇帝上台的 张勋复辟事件 鲁迅用城头变换大王旗 来形容当时的混乱 非常形象 这种混乱体现的老百姓生活里 就是遍地式大王 哪个都惹不起 一波又一波的被割韭菜 哪个镰刀都锋利 翔子就是这样社会里的一个普通洋车夫 洋车夫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司机 招手机道 只不过出租车用马达 洋车夫用双腿 翔子生长在乡间 父母早亡 无兄弟姐妹 18岁进城 做了一名洋车夫 他带着农民特有的淳朴和老实 也带着农民特有的执拗和倔强 他最高理想 就是买上自己的车 拉车 养活自己 今天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一样 开公司的车 和开自己的车 不管是收入 还是自由度 内心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翔子经过自虐性存钱 和非人的劳动 买到了人生第一辆车 车买到手以后 翔子把买车这一天 当做自己的生日 也是车的生日 他把这个叫做双寿 这时候的翔子 是北京城的高配版车夫 他年轻 结实 肩宽腿长 跑起来既好看又快 能胜过90%的北京同行 而且他不赌不嫖 不抽烟不喝酒 白挂黑裤 永远干净利落 在车场子里 从不闲着 擦车 打气 晒雨布 给车抹油 每样活他都干得高高兴兴的 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当一个人把全部关注 聚集于一件单纯的事物时 他会把所有和这个事物相关的事 都做得尽善尽美 但同时也会对周围世界 保持默然或隔膜的姿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轴 翔子就是这样一个轴人 翔子不大关心战争 也不大注意其他的人和其他的事 车就是他的饭碗 是他的伴侣 也是他的世界 所以在战争消息 纷纷抵达北京城的时候 有人出高架 让翔子拉车出城 他拉着自己的新车 就出去接活了 结果他在城外 遇到一股败兵 不但车被抢走 翔子也被抓去 做了撞钉 翔子跟着这股败兵 在山里撞了很多天 终于在一个败兵溃逃的深夜 他溜了出来 逃回北京 跟他一起逃回北京的 还有三匹被败兵抛弃的骆驼 翔子把骆驼卖给一位驼户 揣着三十多块钱 回到了北京 本来已经买车单飞的翔子 又回到老东家 人和车厂 人和车厂的老板叫刘四爷 刘四爷年轻时候 开过赌场 买卖过人口 放过高利贷 他长着一双大圆眼 大鼻子 还有两颗大虎牙 咧嘴一笑 就像老虎要吃人 但是刘四爷也有义气的一面 作为北平街面上的一个人物 关键时刻也能做到 该出手时就出手 水里活里不回头 所以他开车厂 管理着几十个车夫 没人敢跟他叫板 翔子是车夫里最勤勉 最顺服的 也是刘四爷最喜欢的一个 要说刘四爷有什么不如意 那就是他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虎妞 虎妞长的是虎头虎脑 一对大虎牙 性格凶悍 泼辣 所以三十多岁也没人敢去 成天帮着老爹打理车厂 大龄女青年虎妞 真心喜欢翔子 所以当翔子再次出现在车厂 虎妞决定不放过他 虎妞可不是一般的富二代 她是伴随着父亲财富累积长大的 或者说是跟父亲 一同参与了创造财富的过程 她手段狠辣 爱恨分明 简直就是女版刘四爷 同时她还有富二代的任性 和做事不计后果 对于她认准的人和事 她特别豁得出去 翔子有一天半夜回到车厂 意外撞见虎妞 看着精心打扮过 不通寻常的虎姑娘 翔子有点迷惑 虎妞邀请翔子去她屋里聊天 翔子去了 没说几句话就被灌醉 稀里糊涂上了虎妞的炕 失去了处子之身 但是虎妞似乎不是处女 早知醒来 翔子觉得被地址长着两颗虎牙的 母老虎算计了 心中十分懊悔 她陶冶四地离开车厂 这时候恰好曹先生需要报约 翔子迫不及待地就去了曹家 曹先生是翔子生命里的一道光 混迹于底层的翔子 身边都是车夫 白冰 刘四眼和虎妞等人 只有曹先生是个知识分子 曹先生算不得有钱人 他有时候去大学做教师 有时候做点其他杂事 勉强混成中产阶级 但是曹先生保持着一个人 应有的良知和公正 老舍先生是这样描写他的 曹先生似乎看出来 自己并没有惊人的财力 能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 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 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 虽然无补于社会 可是至少意愿言行一致 因此他的家庭 是沙漠中一个小绿洲 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人 一些清水与食物 曹家全家都谦和体贴 跟用人平等相处 在这里没人拿翔子当骆驼 都把他当作平等的朋友 虽然零用钱不多 但是顿顿饭都吃得好 吃得饱 作息也规律 翔子在这里 享受到了人的生活 翔子没读过书 但他觉得孔圣人 应该就是曹先生这样的 在曹先生家 过了几个月的安宁日子 冬天到来的时候 虎妞找上门来 他挺着大肚子 告诉翔子 我有了 是你的 这句话的杀伤力 借由电影骆驼翔子 广为流传 四情高娃扮演的虎妞 收拂肚子 四参四喜地看着翔子说 翔子 我有了 是你的 这个经典的画面 刻在了许多人的心中 展现了一种 碰瓷技术的高峰 翔子蒙圈了 他根本没打算跟虎妞结婚 当然也没想到虎妞怀孕 但是虎妞志在必得的样子 让他明白 他认了 他逃不出他的虎爪 虎妞给翔子 带来了他存在 刘四爷那里的 三十五块钱 然后告诉翔子 他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计划 虎妞的计划是 他本人去告诉他爹 说肚子里的娃是隔壁老王的 然后让翔子以接盘侠 救世主的身份出现 这样刘四爷就会感激 翔子救场如救火 翔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进入刘家 他们小两口 加肚子里的孩子 以继承人的身份 跟老爷子共享荣华 就是车差 翔子入赘到刘家 每天生活在两张虎口之间 不堪想象 先别说母老虎虎妞 就是他爹刘四爷 伸出虎爪 能把翔子拍死 翔子不想接受虎妞的建议 他也不甘心 计划存够钱后 自己再买一辆车 这时候 发生了两件事 给一门心思买车的翔子 泼了一瓢冷水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他在一家小茶馆里 遇到车夫老马 老马五十多岁 已经过了 平体力吃饭的年纪 老马带着孙子小马 两人都拉着一辆破车 那辆车除了铃铛不响 哪儿都响 祖孙俩出来 一天没挣到钱 又动又饿 一副快要死去的样子 让翔子悚然而惊的是 老马拉的是自己的车 翔子原以为 拉上自己的车 就能远离饥饿和贫穷 老马的出现 为他的买车梦 添加了另一个结局 即便拉上自己的车 还是随时可能饿死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 曹先生因为得罪小人 被密告有左倾言论 在真机队的丁烧下 曹先生带着一家人 匆匆逃离北京 翔子也被真机队敲诈 而失去了所有存款 翔子第二次买车梦 就这样破碎了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在历史的刀光剑影里 很难有小人物的身影 但这刀光剑影里 往往隐藏着 大量小人物的毁灭和牺牲 走投无路的翔子 按照虎牛的计划 在腊月二十七日 刘四爷生日那天去拜寿 虎牛见翔子来了 喜出望外 岂不知老辣的刘四爷 早就看出了 虎牛和翔子之间的不寻常 老爷子怒火中烧 第一 他不可能认一个车夫为女婿 第二 他觉得虎牛跟谁结婚 都是对自己财富的垂涎三尺 谁让虎牛是个女孩呢 虎牛见刘四爷不钻自己的套 也恼羞成怒 当着来贺寿的亲朋好友 妇女俩撕破了脸 把狠话说了一个够 彼此伤透了对方的心 刘四爷让翔子和闺女滚蛋 虎牛也不含糊 第二天就花钱请了乐队 轿子还赶做了一身红袄子 同时发给翔子一些钱 让他去置办一身新郎的行头 在大年初六那天 虎牛体体面面的 把自己从车厂取走了 还带了几百块钱的私房钱 做嫁妆 新婚之夜 虎牛得意地告诉翔子 他没怀孕 是逼翔子就范出的诏数 翔子欲哭无泪 有心暴揍他一顿 但是又不敢 在翔子的坚持下 虎牛花钱买了一辆车给他拉 虽然是虎牛的钱买车 但也约等于自己的车 翔子实现了买车梦 稍微冲淡了对虎牛的反感 虎牛买的车是他们居住的大杂院邻居二强子家的 二强子将女儿小福子卖给一个军官当小老婆 收了二百块钱买了一辆车 但是他好吃懒做 试酒成性 没拉几天 转手卖给翔子 把车换成酒都喝进肚子里了 刘四爷卖掉了车厂 拿着钱自己享福去了 摆明了是毒狠 抛弃虎牛 父亲不知去向 虎牛在大杂院里感受到真正穷人的生活 这让他有一丝恐惧 但是虎牛没有后悔 跟吃穿不愁的车厂女管家相比 他更爱大杂院的生活 因为翔子在这里 事实上虎牛跟翔子的关系里 他是半母半妻的角色 他为了爱情能跟老爹分庭抗礼 毅然搬到底层大杂院居住 当得知没有老爹的财富垫底 他虽有片刻绝望 但马上冷静下来 因地质疑打起了新生活的算盘 这种果敢和乐观 也是旧式妇女中不常见的品质 虎牛是一个性格上比翔子强很多的女人 虽然自私 但是她精明 大气 而且因为精明和大气 她从不把事情做绝 所以还有善良 作为一个女人 虎牛的原罪就是丑 但是她丑得理直气壮 虽然不许翔子有任何主张 可是虎牛真疼翔子 她做饭 做家务 伺候翔子 翔子重病 虎牛花进了家底为她治病 没有一句埋怨 老舍并没有将虎牛当成反面人物来写 是带着一点欣赏和调侃的逼出写虎牛的 再看这段关系里的翔子 性格缺陷就越发明显 她明明是半推半就 在走投无路时候自己选择了虎牛 却一直是受害者的心态 内心总觉得虎牛算计自己 占自己便宜 甚至觉得是虎牛玷污了自己 是吸睛喝血的母夜叉 她从没察觉到虎牛的真情 这时候另一位女人出现了 本书的第二女主角小福子 这个苦命的丫头跟军官过了一年 军官就跟着部队开拔了 将她抛弃 小福子只能回到大杂院 小福子跟虎牛迅速成为了闺蜜 小福子温顺善良 个性柔弱 是虎牛的反面 翔子跟小福子 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相知 虎牛怀孕了 这次是真的 但是因为胎儿大 她又属于高龄产妇 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 母子两人都撒手人患 虎牛的生命结束得干净利索 就像她肆意而明确的一生 剩下翔子矛盾而迷茫地活着 虎牛去世后 小福子来找翔子 翔子知道她想说什么 但看看她身后的罪鬼爹 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弟 翔子胆怯了 虎牛虽然是母叶叉 可这个母叶叉会骂她 也会帮助她 还有一些钱供两人生活 小福子虽然好 但她负担也重 这时候的翔子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 反而多了一些算计 她踩了太多坑 她怕了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她落荒而逃 这个结果导致了小福子 最终坠入了火坑 翔子抛下小福子 独自走了 她去夏家拉上了包月 这时候的翔子已经变了 她从一个被欺负的 变成了一个欺负人的 她无缘无故地恨夏先生 她一直觉得 跟虎牛的性生活 消耗和损伤了自己 但是却很快 被脾气和厉害劲 都很像虎牛的夏太太 给引诱了 这种变化 老舍是这样描写的 这要搁在两年前 翔子绝不敢看她 这么两眼 现在她不大管这个了 一来是经过父女 引诱过的 没法再管输自己 二来是 她已经渐渐 入了车夫的辙 那么十个便宜 是正当的 翔子干嘛 见便宜不减着呢 是的 她只是个娘们 假如她愿意呢 翔子没法拒绝 翔子在夏太太那里 被传染了性病 她又回到了车厂 这时候的翔子 混同于普通车夫了 她抽烟 嫖娼 打牌 虽然还靠拉车为生 但已经不出力了 每天都在混 老舍在书里 这样形容骆驼 骆驼是走不快的 一汪水 一片泥 都可以叫她劈了腿 或舌了膝 骆驼的价值 全在四条腿上 腿一丸 全丸 此刻的翔子 就像披了腿的骆驼 它的价值已经没有了 最可怕的是 它的人品 比它的价值 消失得还快 无论当年 还是今天 我们身边 都不会缺乏 翔子式的悲哀 那是人性 与现实碰撞后 自然而生的扭曲 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里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内心的崩塌 目标一再被修改 欲望一再被压制 在崩塌中是咬牙重建呢 还是躺平放弃 性格本来就轴的翔子 显然是选择了 在崩塌中躺平 得了性病后的翔子非常自怜 它不再豁出命拉车和存钱 更不帮助任何人 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 当初咱倒是强过呢 有一丁点好处没有 这也是现在不少人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算了就这样吧 我已经努力过了 又怎么样呢 这是和命运和解呢 还是妥协 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也无法从道德上给予评价 自己为自己拼过 努力过 但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那就这样吧 像翔子那样轴的性格 他选择了放弃 谁能拦着他 不往低处去呢 然而翔子的命运还没有触底 翔子无意中遇到了 从外地回来的曹先生 曹先生的劫难暂时过去 他的安慰和鼓励 让翔子重新看到了光明 曹先生让翔子来自己家拉包月 同时支持翔子去将小福子接来 一起在曹家做工 过日子 带着新生活的憧憬 翔子去了小福子家 但是小福子已经被卖到下等妓院去了 翔子找到后却被告知 小福子上个月掉死在房后的小树林里了 强撑着的那点意志彻底涣散了 翔子没有回到曹宅 因为一回曹家 他就得过要强的生活 可是要强有什么用呢 这时候的翔子是行尸走肉 他的心已经死了 他游手好闲 不再拉车 干一些不费劲就能挣钱的小灵活 没有钱了就去敲诈欺骗 他挨个去拉过包月的家庭骗钱 也包括曹先生的钱 翔子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和混蛋 老舍这样描述 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条人命 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 现在他故意的要坏 摔死谁也没大关系 人都该死 翔子就是这样 从一个高配版的车夫 堕落成普通车夫 再跌出车夫队伍 从一个上进有自我追求的正常人 堕落到一个无赖和混蛋 这时候的翔子活得空前自我 随行 但是他没有感到一点快乐 他沉默寡言 连喝醉了都不出声 只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哭 而几乎每次喝醉 他避到小福子上吊死的树林去落泪 哭完 他就在小福子工作过的 妓院白房子里住下 我们读骆驼翔子 最容易的事 就是把翔子的不幸 一股脑推到黑暗的社会 这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环境决定论 把个人的臣服 归结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和时代 翔子从一个憨厚勤劳 有理想追求的人力车夫 变成了一个消极放荡的无赖 固然经过了三起三落的生活打击 但是造成他悲剧的原因 除了社会悲剧之外 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性格悲剧 甚至可以说 他的命运也是他和生活互动的结果 在面对生活给他设置的障碍前 翔子没有自省 只有不断加固的执念 他就像一个提着一盏小灯笼 赶夜路的人 灯笼那点光亮 只能照到脚前一小块地方 这一小块就是他的执念 也就是那种缺乏自省 一条道走到黑的轴 比如第一次车被抢 就是他的执念在作祟 在曹先生家 高妈教他理财 翔子觉得白花花的现阳 放进银行 不是骗局也是骗局 这也是他的执念在作祟 真实的人生故事里 执念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因为在时代的大浪中 一个人成为一粒沙 还是弄潮儿 很难说这完全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 人们常说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但也常说 选择改变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等等 当我们认为选择可以改变命运时 其实是想在命运的无偿中 拥有一点自己可以把握的力量 这也是老舍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之处 他不高举道德大棒 就是讲述一个普通人 如何在自己的人生中和命运互动 甚至搏斗 但最后放弃的故事 当我们为翔子的命运深深叹息时 基于理解而生发出来的同情 会带来对不同人生选择的反思 事实上老舍塑造过很多翔子这样的小人物 从开始写作起 老舍就树立了为贫贱者立传的指导思想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靠人物串起整个故事 用人物拼出时代 例如著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老舍描述了北京一条小胡同里的几家人 拼图般地塑造了北京各阶层的群像 在抗战 解放这些历史事件中 每个个体所经历挣扎 反抗 崩溃和自新 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 老舍擅长细节描写 比如从五十年代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 《在烈日和暴雨》下 几十年来是几代人学习描写的优秀范文 这一篇课文就节选自《骆驼翔子》第十八章 这次烈日和暴雨使翔子的身体垮了 他断断续续病了三个月 也成为他从青年转为中年的转折点 老舍这样总结这场大雨 其实啊 雨并不公道 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民以石为天 鲨鱼描写小人物的老舍 对老北京的食物也十分熟悉 他每每用食物托弃情节 精准传达思想 起到刚举目张的作用 翔子自虐式的节俭 老舍用茶水这个细节来形容 别的车夫跑上一窃后去茶馆 喝上十个子一包的茶叶 还要加白糖 胃是补气散火 这相当于今天的功能性饮料 而翔子不舍得 跑得肺都快炸了 也只喝一个子一包的碎末 而且不加白糖 而杰简如此的翔子 当他在风雪之夜 遇到老马祖孙俩时 却毫不犹豫地为他们 买了十个羊肉包子 但是在最后 他变得自私 无赖 不肯借给别人一分钱 把每一块钱都变成美食 吃到自己肚子里时 他这样想 体面给谁看呢 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 这是真的 羊肉包子和烙饼卷肉 前者是他不舍得吃 而周寄给弱者的慷慨物 后者是他自私 自恋的代言物 对于一个追求温饱的普通劳动者 再没有比食物更合适的人生坐标了 翔子人生的几次重大时刻 都有食物做旁观者 第一辆车被抢走 翔子死里逃生 从败兵手里逃回来 进城后第一个去处 是去桥头吃了碗老豆腐 醋 酱油 花椒油 韭菜末 被热得雪白的豆腐一烫 发出点鼎香美的味 翔子吃了一口 豆腐把心里烫开一条路 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 一碗吃完 他的汗已湿透了哭腰 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 再来一碗 一个在鬼门关徘徊的人 借由一碗老豆腐又回到人间 第二十二章 翔子经过曹先生的鼓励 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去寻找小福子 在冬日的阳光里 即将展开新生活的翔子 埋了一个洞柿子 冬柿子是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就是将新鲜柿子放在室外冰冻上 吃的时候化开 但是翔子没有等冬柿子化开 就一口咬下 满口冰茬 扎牙根的凉 这股凉顺着喉咙 灌到心窝 慢慢化开的甜 是爱情的味道了 到这里我们以大致了解 骆驼翔子的精华和与众不同 老舍被誉为中国现代 长篇小说电击人 他创造了精味文化 他的语言自带笑点 读他的作品经常是笑着 却想流泪 哭完琢磨琢磨又想笑 他笔下的故事总能穿透时光 鲜活而亲切地落在我们身边 好 骆驼翔子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